松,左边就显得非常的占位置,右边就几乎不太占位置 这个撇后面还是用力撇,点,可以保持一个三角形 松应该是挑挑挑挑上去 这个点,重心这里就偏低了 因为这个丝写的太低了,所以看起来重心都比较偏下面 根据他的经验,他的这个笔画都会封得很紧 让他中间比细缝比较少 送长,拉的很长,加点粗细 然后靠右边去写这个笔画 这里是写的比较浑厚 不然以前都写的瘦瘦的 那这撇降的很低,这个拉的很长 送出去 1 刃,刃左边深吊 这个带上去 写的比较硬 硬一点 然后再翻上去 然后撇 应该是比较 那个应该是崩坏 一般来讲不会撇那么大 这个点啊 大概这样子过来 就ok了 好,斜斜的按下来 这个通常都封紧的 封紧的 伸长 其实他的笔画都没有靠正中间 只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还是以靠中间为宜 不自主地改了他的位置 难得拉这么长 一般他很少拉这么长 他到后面这笔画树画都拉得好长 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感觉他是写一个错字 崩得太厉害了 看不太出来 他到底是有错还没错 这里他写成感觉是写个穴 但是如果照正常的话 应该是长这样子 这样人家看得懂 那 因为不然他怎么写的 我就写大家看得懂的字 不然你猜错的话 又写错字 然后又猜错 又没人看得懂 那不是白写 所以那个有空再去考据吧 很多东西都需要考据的 那淋铁不见得这样淋就淋得出来 当时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写 好 走 走走走走走 如果与其写皮 我倒宁可让他写一个勾 因为勾看起来比较截曲 傲哑 因为在卫背很多写勾的 如果写皮又觉得他是不是柔软的点 柔软的点又不像张猛龙的风格 往右下角然后再跳出去 踢出去 然后上面这么细啊 八成是因为踏的关系 如果字慢慢被风化慢慢越薄 他字就会越踏越细 越踏越细 那孔庙三杯里面的里气杯 就有这种问题 前面跟后面的出息完全不一样 好